是华式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 税务会计下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田立珠 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 魏吉敏魏会计师 田奖师你好 电视机前面的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魏吉敏魏会计师 谢谢魏吉敏魏会计师 来到现场 本讲次要为同学所说明的 讲次是第三十三讲 资产负债以及业主权益 那这个章节分为两个讲次 来为同学来做说明 那本讲次的教学大 刚刚分做四个部分来做说明 第一个部分来说明的是资产 第二个部分来说明到流动资产 第三个来介绍到资产的重沽 第四个来说明到资产重沽的 会计处理 首先我们要来说明的是资产 那资产指的是经济个体 因为过去的教育所取得 而且具有未来经济效益的支援 那这个资产的总类通常我们可以分为 流动资产固定资产以及地后资产 无形资产其他资产等等的 那在里面我们提到了经济个体 它可分为实体的个体 那实体的个体例如像土地建筑物 这个实体是我们可以看得到 可以摸得到的一个个体 那这个经济个体又有分为无实体的 那无无实体的就是我们看不到 摸不到碰不到的 例如像商与专利钱商标等等的 这些的经济个体 它在未来它可以产生效益 可以产生我们企业的效益 所以这个我们都通称为资产 那在刚才我们的人解释资产的意义中 我们也说明到了流动资产 那什么叫流动资产呢 指的是一年以内到期的 或者是一年以内可以来说现的 我们都称为流动资产 那流动资产的总力有包含了 像现金 银行存款 存货 或者是运收票据 运收账款 或者是短期性的一个投资 那这些都是属于 归属于流动资产 那固定资产呢 那固定资产指的像我们常见到的 像土地 建筑物 或者是金属的矿产 铁 锡 镁 镁 等等的 或者是等等的这些 我们通称为固定资产 那什么叫做地耗资产 那地耗资产我们在资产里面所学到的 我们又称为天然资源 也就是它会学的一个开掘 而使资产来减少 例如我们常见到的像石油 天然气 或者是森林等等之类的 我们都称为地耗资产了 那无形资产呢 也就是刚才老师所说的 它是没有实体的一个资产 例如我们常见到的商欲 著作权 商标权 那等等的这些 我们都把它归类为无形资产 那不属于这些的资产 我们就把它规划 就是把它划分到其他的资产 那这个部分是对于资产的一个说明 接着我们要来说明到的资产中的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我们针对于应收账款 以及应收票据的部分来做说明 那我们来看一下 依照我们学法上所规定的 应收账款以及应收票据的一个估价 它是以总额 也就是以成本来扣除 我们预计的被抵贷账以后的余额 来提累费用 来提累费用 那提累的计算 必须要根据朝合准则 第94条的规定的一个限度内来提累 这个限度内指的是 应收账款以及应收票据 不得超过它1%的一个限额内 那这个方法在税法上也有规定 那在税法上规定 应收账款以及应收票据的一个估价 必须要采用应收账款的余额百分比划 那这个是在税法上的规定 那在于我们的财务会计来讲 它就没有这样的一个规定了 我们在财务上来讲 它可以采用 刚才所说的 应收账款余额百分比划之外 还可以来采用销售百分比划来做提累 那以上是对于应收账款 以及应收票据的估价的说明 接着我们要来说明的是存货 那存货依据我们所经营的 我们经营的一个类型不同 对存货手电定位会有所不同 例如买卖业 它的存货指的是从制造业所购买 来准备出售的商品 这个类为存货 但是制造业呢 制造业的存货 包含了它所购买的原料 或者是说它还没有完工的半成品 或者是它已经完工的制成品 或者是它已经要代售的 准备出售的一个商品 那这些都必须要把它 归纳到存货里面来 好 那在税法上的规定 的存货指的是商品的存货 存料以及再制品 制成品 副成品等等的 一个存货 等等的我们通称为存货 那存货的一个衡量 必须要以实际的成本为原则 那成本高于净变现价值的时候 必须要以净变现价值为准 那同学会觉得很奇怪 我们之前学的是成本与市价属低华 那但是这个根据IFAS的规定 现在的一个估价必须是成本与净变现价值华 来做一个估价的方法了 那刚才我们也提到的实际成本 那依照税法上的规定 我们可以采用像个别认定华 或者我们可以采用先进先出华或平均华 来决定我们存货的一个成本 那以上是针对于存货估价的一个说明 但是如果成本与市价不明的时候呢 那么必须要由该管辖的基增机关 用评鉴 用鉴定或者固定的方法来决定 但是成本与市价属低华为准估价者 一经采用的话不得来变更 那同学要特别注意到的 我们所提累的地价损失必须要把它认类为销货成本 那这个是针对于我们存货估价的会计处理 那同学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再继续来做说明 同学接着我们要来说明的是 流动资产的另一个项目叫做投资 那也就是在过去里面所学到的短期投资 那这个投资指的是盈利事业将暂时闲置的资金 而来从事各种的投资 那么它投资的目的最主要的 它是来赚取利息的收入 它不具有控制力或者是操纵他人公司为目的的 而当公司需要资金的时候 它可以随时来出售变现者 那这个投资必须要注意到的是流动性 安全性以及风险性 因为这个投资是随时都必须要赎回来的 赎回来作为我们的营业之用的 那在短期内 如果在短期内必须要将这个投资来出售 或者经常性的买卖的投资时 必须要把它类为流动资产向下的短期投资中 那这个部分也就是说 当我们将这个投资来出售的时候 在会计上所要处理的方式 那以上是针对投资的说明 那再过来要跟同学说明到的是 投资的工具 例如像资产的像金融的资产的部分 那金融资产的部分 我们可分为债务型的工具 例如像公司债券 或者是票券等等之类的 那第二个权益的工具 例如像普通股 或者是特别股的 那这个是针对金融资产的一个说明 那接着我们要来说明到的是 短期投资的有价证券的这个估价 在税法上如何来规定 那这个部分我们要来请教魏吉敏 魏会计师 好的 谢谢田讲师 那针对短期投资的 有价证券的估价这个部分 那依照财务会计准则的 公报的一个规定 它是用公平价值来估价 那估价所产生的一个评价损益 如果说它的公平价值 高于它的一个成本 所产生的一个利益 我们在做税务申报的时候 必须要做一个 站外调整减除的动作 那反之如果公平价值 它低于成本时 产生的一个叠价损失 或者是说叠价后 它有一个回升的一个利益 回升到成本的一个利益 这个是属于证券交易的一个损益 应该要列入证券或 证券交易所得 或者证券期货交易所得的一个 所得或损失来计算 那我们可以举一个 简单的一个范例来说明它 我们看到下面这个范例 它说假设台中公司 它在100年的1月1号 它去购买台北公司 1万股的普通股 面值10元 它的购入成本 每股15元 台中公司在101年的4月1号 收到现金鼓励 每股1元 以及资本转增值 每股配0.2 还有盈余转增值 每股配0.3 然后在9月1号出售了5000股 每股20元 那是做台中公司 在100年跟101年的相关分路 那针对这个部分我们来看到 在100年的1月1号 它去购买了这个短期投资的话 就必须要借短期投资贷现金 那金额就是1万股 乘以它购买的每股成本15元 所以就是15万 到了101年的4月1号 它收到了现金鼓励 每股1元 因为1万股 所以每股1元就是收到1万块 借现金1万贷 投资收入1万 然后同时 它有收到一个股票鼓励 那股票鼓励的话 原则上是不做分路 它仅要去做备忘 收到股票鼓励5000股 然后去重新去计算 它每股的一个成本 到了101年的9月1号 它出售了5000股 然后每股20元的话 这部分 因为我们必须要重新计算 每股的一个成本 那把15万去除以1万5 我们的每股成本是10元 那你现在卖了5000股 每股20元的话 那就借现金10万 带短期投资 把那5000股转销掉 带短期投资5万 那同时任务你 处分短期投资的一个利得 5万块 所以以上是 简单的这个例子来说明 在短期投资 有价证券底下的一个 会计处理的一个作业方式 谢谢 好 谢谢 那位会计师 接着我们要来说明另一个主题 叫做固定资产 那固定资产指的是 它提供给盈利事业之 盈利上长期使用 而不以出售的一个资产 我们就称为固定资产了 好 那从这个解释上 我们可以了解到 我们的资产 它不是来提供出售的 它是提供给企业来使用的 这个我们才可以把它列为资产 为固定资产 那如果这个资产 它是以出售为目的的 那这个部分 我必须要把它列为存货 例如像家具行 它的一些客桌椅之类的 它是为了要以出售为目的的 那这个部分 就不能列为固定资产 必须要把它列为存货 那对于固定资产 它的支出的发分 在税法上规定 可分为资本的支出 以及收益的支出 环市支出的金额价大 而且它的效益 可以到以后各齐者 那么应该要把它列为 资产 而其效益 它仅仅于当其 或者没有效益者 必须要把它归属于费用 或者损失 那必须要把它列为 收益的支出 那这个部分 老师来做一下解释 那依照我们税法规定 它所谓的金额价到折 指的是八万块 来做一个区分 也就是八万块以上折 我们必须要把它列为资本的支出 但是在八万以下的话 我们就必须要把它列为收益支出 来作为当年度的一个费用的 那这个部分是针对于 我们资产的一个划分的一个说明 接着我们来请为会计师 来针对这个部分来做说明 好的 谢谢田医长师 那针对固定资产 它的一个修缮 如果转资本支出的话 它的一个会计处理 同样的我们也透过底下 这个范例来说明它 来假设台中公司 它在一百年初去购买机器 成本是一百一十万 估计它的产值有十万元 使用年限为十年 采用平均法来摊体 机器在使用了六年之后 在一百年六年初进行修上 发挥了十万元 使得机器的耐用年限延长了两年 所以这里可以看到 它花了十万 然后延长了两年的耐用年限 这里就告诉你说 它金额大于八万 所以你应该要做 所谓的资本化的动作 那它的会计处理该怎么做呢 我们来看到底下 这一个会计分落 首先你要针对它 花费了十万来做一个修缮 这个部分 因为要资本化 所以就把它的一个发费支出 去冲转它的一个累计折旧 把它的累计折旧降低 所以借累计折旧 提取机器十万 代现金十万 然后它在大秀之前 它每年的一个折旧的金额 你要先去估算出来 原始成本一百一十万 去减掉它一个估计的产值十万 去处于耐用年限十年 所以每年的一个折旧金额是十万元 那在大秀之后 它的账面价值呢 你可以去计算 一百一十万的成本 去减掉五十万 那这五十万 怎么来了呢 因为六年 每年折旧十万 所以累计折旧是六十万 可是你有一个资本支出的一个修缮 使得你的累计折旧减少了十万 所以就变成六十减十万 变成五十万 使得你的账面值就变成 一百一十万减掉五十万 回归到六十万 六十万去减掉你的估计产值十万 去除以剩余的耐用年限 四加二年 所以大修之后 每年的一个折旧额 就变成八万三千三百三十三 好 谢谢魏基敏 魏会计师 同学让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 同学让我们继续来说明另一个主题 资产重估 那资产重估指的是 因为资产取得时 它是以成本为入账的基础 而由于当时的物价波动非常的剧烈 而资产的账面价值 它无法再反映当时的盈利事业的固定资产 以及地号资产或者是无形资产的一个状况 所以必须要来办理资产重估 因此在税法上的对于资产的重估的一个规定 如下 在当年度的物价水准叫该资产取得年度 或者前次依法令规定办理资产重估价的一个年度 物价值是上涨 它达25%以上时 可以向该管辖的基增机关来申请办理资产重估 那从这个我们可以了解到的是 我们在办理资产重估 办理资产重估它是有条件的 也就是它的物价上涨必须要达到25% 好 那我们了解了资产重估之后 我们再来要来探讨到的是 资产重估增值的一个认类 那依照税法规定 我们办理重估或者调整之资产所发生的增值 必须要把它列到业主权益向下的 未实现重估增值的账户 那该笔未实现重估增值 它不用记录所得扣增盈利事业所得税 但是如果该资产与重估以后 发生了转难灭失或者是报会的一个情况时 必须与转难灭失或者报会年度 来转类为营业外的收入或者省失来申报课税 那是对于资产重估价值的另类的一个部分的说明 再过来要跟同学说明到的是资产重估 它适用的范围有哪些 那这个部分分做三个部分来为同学来做说明 第一个可以办理重估价的资产有像建筑物 机器 设备 器具 那这些通称为固定资产 那第二个指的是地耗资产的部分 像天然资源的森林 煤矿 果树或者油井等等的 我们就称为地耗资产了 那同学要特别注意到的在果树这部分 我们在α4它已经把它归到我们的生物资产里面了 它已经不并入到地耗资产里面 那第三个适用的范围指的是像无形资产 那无形资产的种类像诅咒权 商标 专利权或者特许权 这些都可以来办理资产重估 那这个是老师为同学所说明的 可以办理资产重估它的一个适用范围 那有哪些它不得来办理资产重估呢 那这个部分我们来请魏吉敏 魏会计师来为同学做说明 谢谢田讲师 针对盈利事业它不得办理资产重估的项目 它最主要还是依据说 它的所有权归属的一个认定来判别说 它到底可不可以办理资产重估 那我们来看到 假设说第一个它是注用其他事业或个人的资产 这当然不能因为它不属于资产的资产 第二个假设它是已经出售了 只是还没有加付资产 那既然出售所有权不属于盈利事业 也不得办理资产重估 第三经过盘点之后 它实际的数量叫账面所载的数量短少 它短少的部分不得重估 要依据较实际的保守为原则 第四个 账载数量如果低于盘点数量的部分 按账载数量重估 它短少的部分也不能够重估 第五个在重估基准日之前 它已经提足了折旧的资产 它的账面仅剩于残余价值而未经报废 而继续再使用的话 因为只剩残余价值它折旧已经提足了 所以基本上它也不能够做所谓的资产重估的动作 那至于说办理资产重估价它需要具备哪些要件 那依照法令上的规定 我跟各位同学做一个解说 第一个如果说这个资产它是为办理重估价值的话 盈利事业的固定资产 地号资产跟无形资产 它在当年度的物价指数 叫该资产的取得年度的物价指数 上涨达25%以上的话 就可以办理资产重估 那第二个要件是说 如果说这个资产它已经办理过资产重估了 然后当年度的物价指数 叫上一次它办理资产重估 下年度的物价指数 上涨达25%以上者 那这个时候也可以来办理资产重估 那至于第三个要件呢 就是说它同一年度内 我取得的资产 要适用同一年度的物价指数 不可以说把它拆开来分别适用 第四个就是说 如果它是采用非历年制的 会计年度的盈利事业 均要以其年度开始日的物价指数为基准 不可以说假资产用别的 以资产用这个来分别适用 第五个就是说 经核准办理重估价者 其中一项资产的物价指数 只要达到25%以上的时候 它就适用于其他的资产 而不是说非得要全部的资产 都达到25% 只要其中一项有达到就可以了 好的 谢谢 好 谢谢魏吉敏 魏会计师 接着老师来跟你说明的是 资产重估的估计方法 这个估计方法分为两种 一种是企业它都没有办理重估 另外一种方法是企业它也有办理过重估 那我们首先要来说明的是 未办理重估价的部分 那资产重估价值 它会等于刮乎取得资产来减掉 累积则就来刮乎来乘以重估年度物价指示 来处以取得资产年度物价的指数 那这个是为办理重估价的部分 那如果企业有办理重估价的 它的公式如下 刮乎上次的重估价值减掉 上次的重估价后的累积则就 来乘以重估年度物价指示 除以上次的重估年度物价的指示 那以上这两个方法是针对于 资产重估价值的计算方法 好 接着我们来请为会计师 来针对这个部分的范例来做说明 好的 谢谢田讲师 那同样的底下我们举一个 简单的范例来说明说 如何去办理所谓的资产重估 它的一个会计处理 我们看到这个范例 台中公司它在90年的1月 它购入机器设备一部 成本是200万 耐用年数是15年 采用平均法来折旧 那假设它90年到10年的物价指数 如夏表所示 90年的是57% 然后这样一直到101年 变成99% 然后我请问说 该公司应该在何时来申请 办理第一次重估价 然后第二个是说 该机器设备经过第一次重估价后的 它的一个价值是多少 第三个是第一次重估价后 它每年应该提累的一个折旧费用是多少 第四 记录第一次资产重估增值的分路 要怎么做 那我们来看到第一个问题 应该要以什么时候来办理第一次的重估价 依照资产重估价办法的规定 它是在年度结束后隔年的2月之前 所以我们看到刚刚那个表 它一直到94年的时候 物价指数是72% 已经达到原始取得年度90年度 57%的上涨达25%这个标准 所以它应该办理资产重估的年度 应该是95年的2月底之前 然后第二个 就是说它重估之后的一个价值是多少 我们来看到原始成本是200万 然后去除以它的一个耐用年数 1加15年要预留1年的一个产值 然后去乘以5年 所以它的一个累计值就是62万5千 那资产重估的一个价值就是说 200万减掉62万5千 去乘以它一个增值的一个幅度 72%除以57%等于173682元 第三个重估后的每年折旧 就是说173682的一个重估价值 去除以它的一个剩余耐用年限1加10年 所以重估后的每年折旧就是157895 那重估价值的分路呢 就是借机器设备 就是重估价值361842 代为实现重估价值361842 至于这个金额361842怎么来 它就是依据重估后的一个金额173682 去减掉重估之前的一个账面值137万5千元 等于361842就是它的一个增值的一个金额 谢谢 谢谢魏吉敏魏会计师来到现场 与同学来分享他一些宝贝的经验 那感谢同学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